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作品接商业演出 涉嫌侵权 我们直接上音频 我踵着比ину手柘 Febouc 我验制风格 首先雪你可以怎样 说是啤准 has 点主人 成定症 sự乐ی 更大 而且阶段 没有 这是表患 真大 为什么 是不是 我们接下来合起来再听一遍 不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只能说是如出一辙 在当年节目播出过后 面对广大网友的质疑 他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他说在2019年 他们整个乐团就已经开始玩了这首音乐了 不能因为他跟我弹的是同一首音乐 就给他扣帽子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 在2019年他们到底弹了些什么 好了 后面全是二胡的个人solo 整个音乐 古琴只在前面 一直重复一句 就是 这与他现在演奏的版本 不可以说是完全不同 只能说是毫不相干 抄袭我的作品 和你玩的早 并不冲突 在改编这首音乐的时候 我进行了转调 原调是降B调 我改为了F调 你说好巧不巧 他也用了F调 但是在他说的2019年的他更早的那个版本的时候 他演奏的可是原调 而且通过刚才将他的音轨和我的音轨叠起来播放 也说明了他和我的速度用的是相同的速度 除此之外 我还将原曲的开头的最后一个音 升拉改为了拉 就这一点 我还经常受到网友的批评 说我弹错了这个音 其实我之所以要改这个音 也是为了后面那一段泛音的部分 我能更合理的安排 可是沙仙米并没有弹到那一段 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改 所以他错都要跟我错的一样 感兴趣的网友可以自行搜索完整版来听一下 自己也做一个判断 我个人觉得至少有90%以上的相似程度 这个时候可能就有网友问了 为啥不是100% 抄作业吗 答案可以相似 但是字迹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位沙仙米同学字迹非常潦草 在很多地方都没谈准 就这个水平还出来参加比赛 还出来接商业 真的是勇气可嘉 这首音乐是我在网上唯一出过教学视频的 当时也是因为视频非常的火 大家都求谱 所以我想索性出个教学视频来 免费分享给大家 大家都学会了 都可以一起玩 在我的教学视频当中 我用了一个技巧 叫做指音 大家看我左手 刚才是没有闲着的 我在干嘛呢 左手在指音 什么叫指音呢 就是一指声音 就是让它不要拖得很长 很拖沓 我们再来把第一段演奏一下 大家看一下指音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我来慢一点演奏 所以好巧不巧 沙鲜米在同样的地方 用了和我一模一样的技巧 属实是超到了精华 一首音乐大家都可以弹 就像大家写论文都可以引经据点 不过标明出处 这是基本常识 这也是我判定抄袭的一个标准 也就是说 如果出现了像我这样的情况 他标明了出处 那么就没事 如果他认定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创作 那就是妥懂了抄袭了 我不知道大家对抄袭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为此我还专门查了一下他的学历 结果一查把我吓一跳 还是上音毕业的 从2020到现在已经三年了 我本不在意这件事情了 不过就在最近 他又把这首曲子拿到互联网上来大卖特卖 在抖音上还获得了空前的播放量 在其他节目上还以词曲作为自己的代表作 最让我震惊的是 他竟然敢拿这首音乐来接商演 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 我们平时改变音乐 伴奏音乐 这些传到互联网上自娱自乐 其实都没有问题 但是一定不能拿着别人的作品给自己挣钱 曾经就有A乐队在微信允许的情况下 拿了B乐队的歌进行演出 最后赔得连本都没有 沙歇米完全是欺负人家原作者 是个外国人 不然以他这种行为 一定会被告得倾家荡产 其实整个事情早在国月大典播出之前 我就收到了不止一条私信 就说在他们的节目上 有人会演奏我们的Bed Guy进行比赛 让我们做好维权准备 不过当时没看到节目 所以不能道听途说 没想到节目播出过后还真是这样 我很感谢当时眼睛血亮的网友们 帮我输出了一波 所以我作为当事人并没有出来兑现 不过现在看来真的是纵容了此事 在2020年就有网友给我留言 说我这个曲子如果缩短三分之一 肯定火 结果沙歇米直接拿去缩到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 还真的火了 还取个名字叫中国人不蹦阳底 他不蹦阳底你为什么要改一个欧美热单Bed Guy 所以今天我在此郑重地告诉大家 沙歇米涉嫌抄袭我的作品Bed Guy 坏骨心 并且以此商演牟利 涉嫌侵权原作者 请大家睁大眼睛自行政别 沙歇米大家都等着你正面回应了 你反手把我的视频就是一个举报下架 这就是你的回应吗 你就这么心虚吗 在你的举报信息当中 说我调查了你公开你的隐私 不过就是那一句嘛 为此我还专门查了一下他的学历 结果一查把我吓一跳 还是上音毕业的 你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 这是公开的信息 在你的主页 以及在你上过的每一次节目当中 你都是这么自我介绍的 还以此作为自己招生卖客的一个招牌 我叫沙歇米 今年24岁 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 但是昨天在评论区 有你的校友出来锤里 说你不是上音毕业的 只是在那进修了一下 那你不光涉嫌抄袭 还涉嫌学历造假 那到底是这位校友在造谣呢 还是你涉嫌学历造假呢 沙歇米 你又一次将我的视频举报下架了 不过没有关系 古琴圈子就这么大 该知道的人都知道了 我相信这件事一定会一直跟着你 为了防止视频再次被他举报下架 可能未来我都只能像这样 跟大家聊素的 我再来看一下他最近有一些 怎样的逆天言论 他回复到 国乐正当然不算是商业演出 这个不是说你说不算是商业演出 他就不是商业演出 不是说你说没超那就没超 更不是说你说你是上音的 你就是上音的 可能在二创这一块 我真的拿你没办法 不过你的商演 真的触碰到了底线 你真的不怕原作者知道吗 有些事情呢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然后他说他演的是幽权 幽权是什么 幽权就是他前面谈了一段流水 后面谈了一段掰的该 啪 把他们俩缝在一起 这就是幽权了 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 对他的精妙评论 最后他说 版权在广东卫视 你知不知道广东卫视 已经把整季节目都下架了 无论后面发生任何的版权纠纷 都扯不到广东卫视 杀线米现在明显就开始甩锅了 甩锅队友 还需要拿出什么音乐工程 编曲信息什么的 没有人怀疑这个音乐不是你弹的 关键是编曲栏写的就只有你 何必甩锅队友呢 OK 新的一轮战役又开始了 接下来可能在评论当中 会多很多劝和 甚至说我带节奏的这样的言论 对方可能觉得硬的不能来 那么就来软的 最终可能会把这个事情推向一个 男女对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这些网友都有预言 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 大家也不用担心我 我还顶得住 那么大胆预测一下 如果他接下来真的要出一个 正面回应我的视频 他可能就是示弱 或者是卖惨 说我欺负他 然后说为什么不放过他 不过至今他的B站置顶 还是依旧让我给他道歉 还不停举报我的视频 让我下架 那他放过我了吗 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我真的就已经放过他了 很多的网友都有截图留言 不过这是第二次了 这件事情以我的纵容为始 那肯定要以我的重锤为止 回答一下网友的问题 说为什么视频会被举报下架 这个就是因为我做视频举报别人 其中肯定要罗列一些证据 这些证据难免就会带上对方的肖像 等信息 就算打了马赛克 对方要举报 也是很容易下架的 这个也不能怪平台 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直接告他 因为作为我们二创作者本身 想要我一拳 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当然如果我愿意像姜哥妈妈那样 不屈不挠 因为我现在掌握的证据 也是足够胜诉的 不过我还有很多事情想去做 还想和软姑姑一起拍 更多有趣的视频分享给大家 那才是我想做的事 而不是在这里垂人 更何况涉嫌学历造假 以及商演的这个问题 也足够有分量了 感谢观看